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美国的外交专家对美国政府的警告,再聊聊中央是否想逼迫民主党参选。 美国近年转向反华,美国国内的精英十分担心,认为这样是逼迫中国对美国开战,最后失败的会是美国。 美国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者普利兹奖终身评审佛里德曼有这个担心。 他在9月7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反恐战争之后是什么? 对华战争,佛里德曼是一本很出名的书《地球是平的》的作者,他的观点受到很多人的重视。 佛里德曼的文章认为,中美两国的经济过去40年深度融合,对世界相对繁荣起到重要作用, 但两国从合作关系走到竞争,再走到对抗,作者认为应该思考一些的问题。 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哪些方面是不可以避免? 哪些方面是可以通过明智的决策来加以抑制的呢? 佛里德曼这样分析,美国在阿富汗进行了20年的所谓建国实践后, 退出阿富汗,这样让很多美国人和分析人士表示, 早知如此,我们就不会走这条路。 佛里德曼就表示,这个观点引出一个问题,一个反思, 今天美国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会在20年后, 当美国人回望的时候也会说,早知如此,我们根本不会走这条路。 佛里德曼就认为,他自己的回答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他说,1979年到2019年这40年间,是中美关系一个新的纪元。 两国的关系虽然当中有一些起起伏伏, 但总体而言,都是两国经济稳步融合的时代。 中美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世界走向更加深入的全球化, 并支持世界两个大国在40年间相对的和平。 他认为,人们应该永远记住, 正是大国的冲突,为世界带来动荡的大战。 作者认为,中美全球化,尽管会令一些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失业, 但是同时,令其他国家打开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 令中国、印度、东亚很多人摆脱贫困, 同时也让很多美国的消费者享受众多价廉物美的商品。 简而言之,如果不是中美的和谐关系, 世界在这40年相对的和平与繁荣就根本无从谈起。 弗里德曼接着说, 过去五年,中美开始分道扬镳,甚至走向直接对抗, 换言之,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 20年后回顾的时候, 包括中美、两国、很多国家可能都会说, 由于20年前中美出现裂痕, 导致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不像过去那么繁荣。 弗里德曼表示, 在一个新兴大国和一个守城大国之间, 中美两国的冲突是否不可以避免呢? 他认为, 经济一体化过去40年当中, 前30年, 中国卖给美国的都是所谓的浅层商品, 例如美国人日常穿的T恤、球鞋、 屋顶上的太阳灯发电板, 而美国卖给中国的就是深层商品, 例如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等等。 中国需要这些东西, 而且只能从美国购买。 好了, 到今天, 中国制造出来的商品, 越来越多是深层商品, 但由于两国缺乏互信, 美国人就不想在家庭里面装中国的深层技术, 反之亦然, 美国也没有办法再向中国出售最深层的商品, 例如芯片。 文章就引述, 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级顾问穆萨维扎德对美国 现在针对中国的敌对态度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 美国是否确定对中国这个巨大且不断变化的社会动态 有足够的了解呢? 第二, 美国是否听取了盟友的意见呢? 第三, 美国国内面临基础设施教育、 种族等巨大的缺陷, 巨大的问题需要解决。 现在一直强调中国威胁是否有用, 还是更加危险呢? 弗里德曼认为, 这些问题美国必须首先考虑清楚, 我们的子孙会在二十年后, 在二零四一年的时候感谢我们, 如此深思熟虑。 他这样说, 言下之意是让美国的决策者想清楚, 不要逼迫中国和美国开战, 美国人的子孙后代会感谢你们。 弗里德曼最后提到, 无论如何, 美国从反恐战争转向对华战争前, 以上的问题, 美国必须首先详细考虑, 美国要想清楚。 看完弗里德曼的文章, 虽然这些文章是从美国人的角度出发, 但是说的都是美国精英比较理性的声音。 那问题来了, 美国的政客受选票驱动, 这些理性的建议, 究竟能否听进去呢? 还是说眼睁睁看着车子冲下悬崖? 另外, 也想和大家聊聊, 中央是否想逼迫民主党参选? 政府公布区议员的宣誓安排, 现在, 211名区议员从周五及9月10日开始分4批宣誓, 民主党的主席罗建锡, 他自己辞任了南区区议员, 但他表示, 并未收到自己党里面的现任区议员 说会拒绝宣誓的消息, 他就强调会尊重党友的决定。 他又说, 月底的民主党会员大会会决定, 是否会派人参加立法会选举。 早前, 有议论表示, 民主党如果禁止成员参选, 可能会违反香港国安法。 罗建锡就回应称, 近日陆续有人接触民主党, 说民主党如果不参选, 就要考虑未来的路向。 这样的讨论就让人觉得, 中央很想民主党参选, 因为需要有人做政治花瓶, 甚至说得夸张一点, 中央要逼迫民主党参选。 真相是这样子吗? 据我所知, 这不是未来政治发展的真实方向。 香港不用搞花瓶政治。 试想一下, 多一个或者少一个泛民加入未来的立法会, 外国、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会改变对香港政治的看法吗? 硬要民主党参选, 对中央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我就觉得, 未来立法会选举有三个重要议题。 第一, 认同一国, 只是有一种声音, 完善政治的核心是爱国者治港, 要将否定一国颠覆分子排除出去。 在一国认同的问题上, 未来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不会容许有否定一国的声音。 大家只要看看香港国安法的四大罪名, 就知道什么是不认同一国, 包括, A, 要搞独立, 意图分裂国家, B, 搞颠覆, 想推翻中央政府, C, 第一, 勾结外国势力针对中国, 第一, 实行恐怖行动, 借此动摇政权。 这些否定一国的事情, 未来立法会议员绝对不可以做, 所以能够入场的人, 应该都是认同一国的人。 第二, 一国之下百花齐放, 在认同一国的前提下, 就可以有不同的政见, 立法会议员固然可以批评监督政府, 套用邓小平当年的说法, 骂共产党也是可以的。 建设性的批评, 中央应该会聆听, 这是所谓, 不是清一色的意思。 第三, 并不是非要民主党参选不可, 有很多人都假设, 中央一定要在这个新制度里面, 找一些花瓶来摆设一下, 由于公民党已经接近散党, 较有规模的传统泛民政党都只剩下民主党一个, 所以中央想逼迫民主党参选。 这个世界有很多收封人, 但收封和吹风不一样, 收封人只是想了解意象, 把握动向, 所以有收封人去问民主党是否参选, 不等于传话叫民主党一定要参选。 新政治我觉得不需要花瓶, 所以也不一定要有传统的泛民在列, 如果传统泛民愿意接受一国, 愿意玩这个新游戏, 在中央眼中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传统泛民还坚持反对一国, 不肯与暴力割席, 甚至想推翻政权的话, 我就不觉得中央想他们参选。 综合上面的分析, 对未来立法会的组成可以做出一些假设, 第一, 传统异议的泛民会剩下很少, 可能只会有四五名, 而且主要有功能组别产生, 但大家不要忘记, 泛民在个人投票的功能组别占优, 并不等于他们一定能当选, 因为泛民在功能组别的参选人, 也同样要在选委会里面五大界别, 各拿两张提名票才可以入场, 现实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另一方面, 估计愿意主动出来参加直选的传统泛民, 也都不会太多, 如果他们选择不参选, 也没有人会去逼迫他们参选。 第二, 新政治出炉, 立法会应该要有新人参与, 未来立法有九十席, 当中四十席由选委会选出, 将会有不少新人入局, 至于二十席的直选一席, 也不会是大家想象中的形态。 表面上看, 选举以双一席单票制进行, 建制派至少可以稳拿十席。 但问题来了, 另外那十席是否泛民拿呢? 如果传统泛民不参加, 只有一些中性或近似泛民的人士参加, 例如新思维, 敌制员那种, 他们主要在两三个选区参选。 剩下的选区, 究竟会是建制派派两个人出来参选, 还是会有其他的人入场呢? 我就认为, 当中存在一些空间, 给一些勇护一国, 但不属于传统政团的人士, 走出来参选。 新政治是一个全新的格局, 不应该再用过去建制派 对抗泛民的二分法思维去思考。 泛民消亡, 建制独大, 建制派躺平都会赢, 也并非一定是好事。 未来的立法会应该注入新的动力, 应该让更多有能知识参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